看着去 把公仔给我 你真把自己当成男人给你 你干嘛 人家送我一个公仔 你生什么气啊 我有生气 没生气 你阴着个脸干嘛 人家女孩子只不过送我一个公仔而已 霍伦那里抓得舒服吗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生气啊 你一个女人不嫌害臊了 那不是事处有因吗 要不然 现在也是都害羞了 你别再说了 那还不是看着霍伦欺负人家女孩子 我没办法才这样的 霍伦 像他这种人渣 你们就应该开除 自从韩再勋进了公司 他就倒戈了 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他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韩先生 说话不用靠得这么近了 你变了 变回来了 你变回来了 变回来了 变回来了 你变回来了 变回来了 单纯绰许的噽快 我变回来了 变回来了 就从欲望心服 fluid advertise你 也许 也许 是因为我的缘故 也许 也许 是因为我的缘故 也许也会变回来了 变回来了 好 正好你也要结婚了 少见面对我们彼此都好 是 少见面对我们彼此都好 韩总 这位是知名女性袁莉莉 莉莉 莉莉 这位是璀璨集团的韩总 这位是刚刚回国的 韩总的哥哥 去 裴昊 韩總 再勳哥 我是袁麗玲 我的媽呀 這是平時溫柔田徑的麗姐嗎 我真沒想到 麗姐還有另外一面 袁小姐還真不愧是 娛樂圈當中的知名女性 就連敬酒 也要分高低貴賤 前後有序 再勳哥我 韩再勳 說正事吧 別為男女人 好啊 韩承煦 從明天開始 我將接任公司的副總 好 那恭喜啊 別恭喜得太早 我會一步步 成為公司的總裁 董事 董事長 你再恭喜我也來得及啊 那都要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我今天來呢 就是來勸你一句的 爸爸對你已經厭惡至極 爸爸叫我回來呢 這次就是為了把你踢出璀璨集團 我勸你啊 還是乖乖地自己走 我和我媽呢 還能給你一個體面 不然 不然你損失的更多 你若是有這個本事 早就把我提了 又何必給我留體面呢 韩再勳 這種低劣的威脅 是小孩子才會說的 你今年也不小了吧 你 韩承煦 你敬酒不吃吃罰酒是不是 我會讓你和你媽付出慘重的代價 今天的事情 管好你的嘴 好的 你認識梁湘怡嗎 韩總 你不會是讓梁湘怡做代言人吧 我 平時不關注娛樂新聞 隨便問問 韩總 那個梁湘怡啊 根本就不是你看到的那個樣子 她人前人後 兩副嘴裏 人前呢 裝作一副 努力耿直的傻白甜 人後啊 就愛使那些小手段 聽說 她之前 還在夜總會 做過陪侍 只不定靠著什麼手段上了位 像這種道德敗壞的藝人 我去 怎麼能做代言人呢 李姐 你真行啊 看不出來你還有這一套呢 我拿你當姐妹 你拿我當傻逼啊 韩總 我覺得梁湘怡這個人吧 有風險 畢竟我們對於這種 道德敗壞的劣跡藝人啊 是零容忍的 我呀 是她同公司的前輩 她的底細 我最清楚不過了 是嗎 我怎麼不知道啊 這位是向助理 向哥 肯定是 她肯定是個老闆睡了 像這種靠不光明手段上位的人 我最妥協這種人了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 啊 我 我看你怎麼變光 我也是為了 璀璨集團好啊 璀璨集團是你媽開的呀 這麼上氣 向哥 我 我是說錯什麼話了嗎 對不起啊 你嘴裡有味兒 我不愛聽 真沒有想到 這個原莉莉居然是這種人 虧我平時在公司 那麼尊重她 那麼敬重她 她居然在背後這麼做 真是夠過分的 我跟你說 我才慘啊 你媽媽的腳不壞我 我媽媽 還不欺負我 糟了 這是女廁所 他媽媽 他打我 可是我房子還有啥意思 你還有什麼啊 是啊 你豁著還有啥意思啊 可是我捨不得孩子 要不是孩子的話 我早就死了 你說我最好的鬼 你應該都過的吧 真嘞 我特別懂你 不行了 把孩子一塊帶走 其實我老公爸 他除了對我不好的時候 其他時候也對我挺好的 那就糟糕過吧 田子出頭是房子 長毛就是田 那你也不能大婆婆 婆婆也是媽呀 等你多年的媳婦傲撐破了 你也能欺負什麼樣子 走 你說的對 等會兒 怎麼這麼半天 這輪怎麼猜得出來 這裡都不可出啥事了吧 沒忘了 我剛才講的 又婆婆那點外話 是不是都讓她聽著了 沒聽見 不重要 不重要的是 臉台呀 我不是 怎麼讓人打成這樣 疼不疼 能不疼嗎 他要是能把這身力氣 用在他老公和他婆婆身上 還能被欺負成這樣 你輕點 別動 韓成軒 我現在可是你大表弟 我對我大表弟更狠 你老實點 做男人真是太難了 我要做女人 韓成軒 我要做女人 快說 你那天晚上到底對我做什麼 我怎麼就成了一個男人 我說過了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會什麼外門邪道的功夫啊 比榮術 疑心患癢 不行 我要檢查一下 你 你 亮湘怡 你別太荒謬 再跟我皮 小心我拿皮帶抽你 你打女人 你現在可是男人 你捨得嗎 我可是中國觀眾心中的女神 你就不動心 你現在的模樣 我可沒辦法動心 我就算變成男人 我也是最帥的呀 你不動心 是你有毛病 我動心才有毛病 還湘怡 你抓緊時間調查 你變成男人的真相 然後立刻從我的世界消失 不要忘苦接近我 我對你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我可是天降子微星啊 光明女神 女神 然後呢 韓成軒 等我查明了真相 不用你趕我 我自己會走 我才不會賴著你 少自量了 死丫頭 跑哪兒去了 電話也不接 最近手頭不寬裕 給我打一百萬 又是錢 你是吸血鬼嗎 袁莉莉啊 你的事情 我已經給你辦了 我的事情 你什麼時候兌現呢 謝謝你啊 龍哥 你的事情啊 我一定會放在心上的 只不過 最近良香儀好像失蹤了 你怎麼這麼一樣 問她的經紀人 說是她在休假 我告訴你 別跟我耍什麼花呀 要不然 你會很慘吧 你放心吧 龍哥 王經理 上次那個女明星良香儀 進了我們韓總的房間之後 就再也沒出現過是嗎 監控也從來沒派到過我進去 是的 房間也帶您檢查過了 監控也帶您看過了 雖然這件事很匪夷所思 但我們不敢造假 生怕這件事對我們酒店 產生什麼不利 看來我還真是在房間裡變得難了 韓先生 一個房間開除兩張房卡的事 確實是我們的錯誤 設施工作人員已經被我們開除 在這裡 我們酒店向您誠摯的道歉 是我們工作疏忽了 但龜絲拿到房卡之後的事 我們的確不知道 好 了解了 我問你 那天的房間是誰訂的 公司統一訂的 羅秘書正在調查 其實吧 要是能讓我變回女人 真相也沒那麼重要啊 要不一時當個男人 開什麼玩笑 我可是親純玉女 國民女神 看什麼看 沒見過美女啊 有病啊 我問你 你平時都不看娛樂新聞的嗎 我看 我這麼有名你都不認識 真是個怪人 要知道 別的男人看到我 都是被迷得神魂顛倒的 除非 他不是個男人 你說什麼 你都不敢看我 無聊 你是怕會愛上我吧 哎 那是女性梁香一吧 她在和一個男生接吻 你說什麼垂子雞分不足才嗎 不要發展資訊 我想你 看来你和那女戏子是真的了 别用女戏子这个字眼 这就是你不和小微相亲的原因 我不管你和那女人是什么关系 但我们韩家绝不可以 和那个圈子的人扯上了关系 娱乐圈的女人 有几个是清白出身的 有辱家风 小微出身名门望族 她是最适合你的 我们没有关系 最好没关系 你想要继承璀璨集团 你需要小微的帮助 外面的野女人只会害的 当年许静怡的教训 别跟我提这个人 好 妈不提 妈今晚呢替你约了小微 你们两个见一眼 妈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难道你想让韩再勋他们母子 把咱们娘俩生吞活泼了吗 你马上查查 那女戏子什么背景 怎么是她 成军哥哥 谁呀 不对 小微 你先回去吧 梁湘怡啊梁湘怡 一年前你不识台诀 一年后不还是落在我手里 你装什么警告啊 看你那剑样 今天我就好好让你舒服舒服 清纯玉女 国民女神 今天我就给你好好的路上了 你个臭娘们 你臭死啊你 卑鄙 韩总 你 您怎么来了呢 滚 是 我滚 我现在就滚 救我 黄南树 你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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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臭流氓 天哪 我怎么又变成男人了 你怎么又变成男人了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你说 咱们俩为什么 挂着身子躺在床上 你对我干了什么 什么都干了 韩承勋 你个王八蛋变态臭流氓 我要送你去吃狼饭 你个小白儿了 忘了我昨晚是怎么救你了 救我 我脱好运了 我记不清了 小姨 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 找不着你人 你都不知道我要想死你了 袁玲玲 我把你当朋友 遵你为前辈 你却在别人面前造谣我 你太假了 我没有 我们是好姐妹 我怎么可能造谣呢 你少给我来这套虚假的姐妹情 我今天来复约 就是要摊开说的 我总算是知道 这一年来 网络上的黑粉 水军 负面新闻 都是从哪儿来的 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明着说 你是后继公司 凭什么处处压我一顿 你又不是科班出身 凭什么好戏公司都让你演 我不服 不服找你经纪人 找你老板去 你找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哦对了 你不敢找你经纪人和老板 所以你只敢背后陷害 你真是弱棒 你只见不得我去 娘 湘姨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我有什么不敢 你干什么 你别冲动啊 湘姨 袁立 我警告你 有事咱们偏常见 你少给我搞这些小动作 像鹰狗里的臭虫 我恶心 如果你再敢害我 大不了我就跟你运送 反正我光脚不乱穿鞋 你大不了 是 后来 霍伦 所以 连句谢谢都没有 谢谢 好了 放紧吧 干嘛 第一次我变身 是在咱们俩接吻之后 这次我要变回男人 又是 反正咱们俩那啥的时候 肯定又接吻了 亲我 杨湘姨 你够了 不好 怎么没什么变化 怎么没什么变化 一定是我亲得太敷衍了 再来 不要 现在知道说不要了 你是嫌弃我了吧 渣男 不是 我是说 你变成男人 或许跟我们结婚没有关系 要不你早就变不去了 对啊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韩承勋的女人你也敢动 我 不 他 他就是一个演员 他哪一个男人 他不跟哪 我从没见过韩承勋 这么在乎过一个女人 你有麻烦了 不如 你来跟我做 我帮你抱得美人归 你来帮我除掉韩承勋 那韩承勋 他会出现吗 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一定会 因为他很在乎良相义 啊 好 那任凭副总 啊 不不不不 任凭韩董事长吩咐 好 夫人 你看这个人 这 这是我儿子 夫人 这就是小少爷的模样 难道 他还活着 不可能 他已经走了十年了 去 去查 啊 一定查清楚 我 我有见到他 是 夫人 不开心 就是不开心 梁湘怡 我要结婚了 哦 恭喜啊 跟我说这一般事故 我一点也不关系 今晚我有约 晚饭叫罗密 出名的送来 行啊 毕竟隔行如隔山 我又不会追你孩子 那就祝你 今晚约会成功 不用管我 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的 嗯 我会尽快查出真相 然后赶紧离开 天哪 我怎么像个绿茶一样 真是疯了 绿茶 对啊 程鑫哥哥 上次我和阿姨见面了 他说希望咱们两个 能尽快在一起呢 你不开心吗 哥哥 妹妹 你真是美若天仙啊 哎呀讨厌 你坏了 你脸上有点东西 有什么 有点好看 哎呀你坏 你是 艳若桃李 你是 冷落冰霜 陈鱼落雁 碧月羞花 你是花开富贵 喂你是明日黄花 你 用尽必胜所学了吧 你干嘛 别乱用成语了 没看见我在约会嘛 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你心知肚明 你们 你们什么关系 不认识 她是女人 哦 我明白了 你们两个闹别扭 拿我开玩笑呢 你这个爱情的骗子 祝你们幸福 别哭了小薇 阿姨啊 一定要替你叫醒一下 那臭小子 阿姨 我觉得程勋哥哥 并不喜欢我 他这都是第二次 丢下我不管了 怎么会呢小薇 阿姨啊 一定要替你问个明白 梁湘怡 是你啊 你又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发消息也不回 你不要总是问我要钱了 哎呀 你都是大明星了 还差那一百万 再说了 你拿一百万 孝顺你亲妈都不行吗 赵素贞 前前后后 我给你多少钱 这些钱你拿来干什么 你心里没数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填补你这个无底洞了 哎呀闺女 闺女你别呀 妈向你保证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妈以后绝对不再赌了 现在人家到处都在追杀你妈 你忍心看着我都快没命了吗 是我让你赌的吗 是你自己 你自作孽 哎呀妈求求你了 妈给你起来 你松开我 哎呀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我白养活你了 呸 白养我 赵素贞 你什么时候养我了 你别再来找我了 哎 哎呀 女儿大了 吃饱饮了 成大明星了 这可不孝顺的女儿啊 她吸毒 酗酒 毒薄 无恶不作 大家快来看呐 快来看呐 这就是我的女儿 大明星 梁湘怡 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 谢谢啊 你认识梁湘怡 是啊 你是谁呀 你是不是很想要钱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 事成之后 不光你的女儿会给你钱 我也会给你一百万 你要我怎么做 总裁 韩再薰和后轮联手 准备拿梁小姐开刀 引你现身制造船 好 知道了 真的要去吗 我赌得过去吗 况且 我不能留下相依一个人 总裁 您喜欢梁小姐 对吧 不该你问的事 问 对不起 是我失业的 事情安排妥当了吗 妥当了 好 那就将计就计 梁小姐 梁小姐 我家夫人请您一句 你们家夫人 到了您就知道了 夫人 是 是 那 吗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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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却没有在最好的年华 穿上最美的白纱 在漫长的时间里 总裁 金制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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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我们也始料未及啊 对 您放心 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对 放心放心 好 好 放心 咱们找公关团队 我现在就发律试 不用了 不是有电视剧的发布会吗 我自己的谣言 我自己亲自站出来评 姐 这是你的化验单和银行流水 你要这些干什么呀 破谣言 发布会这么大的场合 这些记者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么倔强的机会 那些害我的人 巴不得打我个措手不弃 这些东西 或许用得少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电视剧 宫廷女官肖美人的启动仪式 那么有请我们的女主角梁湘怡 欢迎 梁小姐您好 请坐 各位剧组的领导 媒体嘉宾你们好 我是梁湘怡 梁小姐您好 听说您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那也是靠着自己一步步努力 获得了今日的成就 那也成为了预言当中的天降子微星 那是和我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 你主角的经历啊 是不谋而合的 你可以简单的谈一谈 对此角色的看法吗 我不是真正的天降子微星 真正的天降子微星 是给我机会的每个人 我相信 我和角色最契合的点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普通的家庭 还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和人生准则 就是说 不管你是多么微小的尘埃 也要活得漂亮 这就是一个倔强不服输的我 也是女主角萧美人的精神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发言哪 梁湘怡 你装什么笑语呢 你看看 这位是谁 湘怡 你怎么来了 湘怡 妈妈找你找得好苦啊 孩子 我知道你现在成名了 不想认我了 可是 妈妈想你 妈妈爱你啊 这什么情况 这不是梁湘怡的妈妈 原来新闻说的都是真的啊 她不是曾说 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吗 这个女人太假了 这算是真的 妈妈 这算是真的 妈妈就又活不下去了 这算是真的 没有办法再来找你啊 大家都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女人 成了明星以后 就不认自己的亲生母亲了 就这样一个白眼了 她就应该滚出娱乐圈 关你屁事 天下人管天下事 看来气氧 吸毒 酗酒 赌博都是真的啊 原来她是这种人啊 看来都是人设 梁湘姐 请问这是真的吗 您真的气氧您的母亲 吸毒 酗酒 赌博吗 请问剧组 如果梁小姐 真是这种猎记艺人 剧组会有一个怎样的处理呢 各位媒体朋友 稍安勿躁 如果事实真相 真如网上爆料所说 那我们剧组 一定端正合作态度 拒绝猎记艺人 但是如果事情 不是这样的 也请大家 给梁小姐一个发声的机会 没错 她就是我的母亲 还有 我并没有气氧我的母亲 说我吸毒 这是我的报告单 无信的话 各位媒体朋友们 可以去查验一下真文 还有 说我训酒 更是无稽之断 我自幼家境贫困 自从我不入社会以后 我除了拍戏 就是在学习 去年 我拍了一部 担当主演的电视剧 三部电影 无数个通告 我都没时间应酬 就连慈善晚夜 我也没喝过几杯酒 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饮酒过量 会过满 无信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还有 这是我的银行明信 我挣来的钱 都拿去给她花了 现在她却来到哪里 我真恨你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明信 有了 你早有准备 不过 还有呢 一下 以清纯著称的国民女神梁湘怡 原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剑胚子 大家看 这是 她被我潜规则的视频 看她在床上那个剑样子 没有想到 她的业务如此的熟练 原来 她就是在夜总会做过陪侍 她能成为天降子卫星 那还不是靠潜规则上的位 霍鲁 你造谎有你不是人 梁小姐 关于您形象被毁这件事 你有什么澄清的吗 梁小姐 请问视频中的人是你吗 你当时是在潜规则吗 你潜规则是为了拍视频 博乐也走吗 我没有 我明明才是被害人 你们凭什么指责我 霍鲁 她是拍视频的人 也是公布视频的人 你们该谴责的人 应该是她 我又不是你们娱乐圈的人 况且我是个男人 我又没吃亏 要谴责就谴责好了 我怕是 各位媒体朋友 对不起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但是在事情没有定了之前 请不要胡乱报道 梁小姨 你个人的事情 就不要在这里解决了 另外一个 你的形象 不符合我们剧本的人设 咱们的合作关系 就到此为止了 以为剧所开除了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 就到此结束 慢着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了 我得要被这群出神生存活拨了 我能证明 湘怡是被冤枉的 舅猫 是 韩总叫我过来的 听说 今天 有人要欺负我们湘怡 我倒要看看 谁敢欺负我们家湘怡 这张借条 就是当年 她 掏夫妓女的证据 就你那几张破纸也能当证据 你呀 亏得我来得及时 要不然你就把女儿毁了 大姐妹啊 你糊涂啊 好 大家都来看啊 这是当年追债的线条 因为我大姐土 欠下巨额的债务 这些钱 是后来湘怡替她还上的 湘怡 没寄养母亲 反倒是她这个母亲 好像幼小的女儿 我是湘怡的亲舅妈 也是湘怡妈妈的亲弟媳 我说话 不会撒谎 这些证据 和湘怡银行的回质单 是能对得上的 还有 霍伦手上的视频 是她当日精心设计 想要玷污梁小姐的清白 因为她垂涎梁小姐已久 韩承煦 你栽赃到我的头上 你有什么证据 我就是证据 你敢曝光证据 我就毁你清白 我根本就不在乎 当日 霍伦威胁我 接受她的潜规则 并且和我坦白了一切计划 她跟我说 如果我要是不从 她便从此封杀我 还好我为了自保 看起了露音 何强 你血狗笨人 你不要命了 乖乖听话 要不然 你在这个圈混不下去 怎么这样 今晚 我等你 这不是威胁人吗 韩承煦 我先进 不必说 先进 霍伦威 真难为你设计了一场好戏 我应该给你们美人 发一张S 既然如此 我就跟媒体朋友们 说说我这个东西 感谢她生我来到这个世界 也感谢她 在我年幼的时候抛弃我 才让我现在更坚强 是她 让我懂得 人要勇敢 要靠自己 要自我关心 我妈这人 厚恼 她适度如你 在我八岁年 拜光了所有的家长之后 就抛弃了我跟我爸爸 跟一个有钱的男人做 我也谢谢我的爸爸 在妈妈走不久之后 终于结束了 她那浑浑噩噩噩对一生 还有 我要感谢我的舅妈 是她 养育了我 才有了今天的良小孩 赵素贞 我问你 当我和爸爸尸体共处一世 久望无助的时候 你在哪儿 当我需要母亲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在剧组被副导演欺负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们最后一次发短信 都是在跟我要钱 你要钱是吗 这些 够吗 都拿去 还有 波罗 你手上的视频 又能说明什么 现在不是旧手 女性不需要立针监牌坊 如果你有证据 能证明我们发生了什么 那你不妨拿出来 让媒体朋友们看看 你拿不出来吗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有 不是她要钱归责武 而是我花钱 要你的相聚 波罗 这点钱 给你 就当 是我的嫖子 你也别嫌衰 因为你功夫实在是太长 不值 勤 你 别自不量力 韩承轩 你别太嚣张 韩再轩 不会放过你 你这样对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不敢 但有人敢 过轮是吧 你涉嫌猥亵妇女 强奸未遂 跟我们走一趟吧 谁说的 我没有 我 袁莉莉莉 已经公认了一切 现在正式传坏你 有什么事 进了里面再说吧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好 韩承轩 梁湘怡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走 各位媒体朋友 在大多数女性 遭受侮辱的时候 很少有能站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勇敢地站出来 我希望能告诉全天下的姐妹们 一个道理 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要勇敢地站出来 记住你们是受害者 而不是那些施暴者 而我们的社会 也更应该去谴责那些施暴者 这部电视剧 我演不演 那都不重要 这部剧 本来就是一个 传递女性力量的剧本 而我没想到 我们的制片 因为一个谣言 就能开出演员 这样低劣的团队 不合作也罢了 你 你信不信我封杀你啊 你真的以为 我是靠谣言才走到今天呢 我要是没点真本事 早就被观众老师们 拿烂菜也砸了 封杀我 那你要先问我 观众们同不同心 观众算什么 资本能捧你 就能毁你 哎 我助理 从与宫廷女官 湘美人投资方代表 现在我宣布 根据董事长 文玉翠女士的议员 我公司现在要撤掉制片方 换掉制片人 文助理 不要啊 我到底哪做错了 金制片 你可能不知道 梁湘怡小姐 是文玉翠女士的干女儿吧 梁老师 你跟那边说说呀 我没什么好说的 文玉翠女士的决定是对的 像您这样的团队 确实很难拍出一部 传递女性力量的电视剧 媒体朋友们 我希望我们能把目光 放在关爱女性 从一旨的层面上 而不是我这个破碎的 微不足道的家庭 好 说得好了 太好了 好 委屈吗 想哭就哭吧 哭过就好了 那女的 别吃了赶紧 导演说补一场戏 赶紧走 快走快走快走 好 知道了 你怎么抢戏呢 你怎么回事啊 会不会演戏 辛苦莉莉老师 没关系导演 不辛苦 再来一遍吧我们 那就再来一条吧 不好意思啊 大家好 第一次演戏吧 年轻人啊 得虚心 多学着点啊 各位导演老师好 我叫梁湘怡 身高一米六五 体重四十公斤 梁湘怡是吧 外形挺好 戏也不错 如果你要是干了我 我保证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妈的 айте 站住 今天 我叫梁湘怡 补琳 别吵 没什么好委屈 我也不会难过 我选择不了家庭 选择不了什么 人生的苦难 就像神控一样 越挣扎只会累得越紧 我不是一个 有能力摆脱命运的人 那就允许发誓 坦然接受 你放开我 别让别人拍到了 怕什么 如果我们被拍到了 就说我是你男朋友 你别胡说 我可没答应你 可你没有拒绝啊 怎么 你现在想拒绝我 那你未婚妻 她不是我未婚妻 湘姨 在我这里 你是很特别的存在 你身上那股顽强的生命力 还有面对命运不公式的淡然 都让我觉得特别心疼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些了 让我照顾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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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 你还是你 梁笑语 那我要一直都是一个男人 你还喜欢我吗 当然 你不是谁 为什么帮我 是我 你们是谁 我是韩承勋的妈妈 我是她未婚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想给你点教训 听说 我们家承勋 为了你这个女戏子 丢下我们小薇两次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清纯玉女 国民女神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一千万 离开我儿子 一千万 我一天就能抓二百零八万 戏子这么赚钱吗 你说个数 十个亿 我保证离开她 你疯了 我告诉你 我儿子将来 是要继承家业的 他和小薇是门当户队 我们是豪门联姻 你个女戏子不配 你们家有房文要继承吗 还我不配 我是艺术家 是大明星 你是什么东西啊 豪门怨妇 家业 我也有家业 我也不去情话 豪门 我不嫁豪 我就是豪门 好啊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想叛龙覆凤的女人 我见得多了 今天 我就毁了你这个清纯玉女形象 让你这狐狸精原形毕露 动手 不行 您不能这么做 您也是女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实话告诉你吧 所有接近我儿子的女人 都没有好下场 她没有跟你提过许静怡吧 许静怡是谁 许静怡是我儿子的前女友 她只是个穷学生 我只不过用了那么一点小手段 我儿子现在对她呀 已经厌恶至极了 如果你也想尝尝这种滋味 我可以让你试试 你们两个也让她尝尝许静怡的教训 小薇咱们走 别跑了 妈 总裁 总裁 总裁你怎么了 我心口痛 有点慌乱 要去医院吗 不对 不管就是相依出事了 是韩再勋还是夫人 你去派人找一下 我去趟夫人那里 是总裁 好 这么及时的吗 这么及时的吗 等等 杨湘怡呢 你是谁 你 下姨呢 你的女人你看管不好 你找我什么意思 妈 你不要伤害她 我说了 我不知道梁湘怡在哪 妈 湘怡是我爱的 你不要逼我 儿子 妈跟你说过多少遍 韩再勋和那个贱女人 恨透了我们母子 若不是妈妈这些年苦心经营 我们娘俩早就流落到街头了 蒋薇的爸爸 持有璀璨集团很多股份 这样才有机会和股东抗争 扶你当上董事长 你爸爸现在身体不好 正巧 韩再勋就回国了 这绝不是巧合 她回来是和我们抗争的 到最后啊 我们娘俩会一无所有 让蒋薇帮你 你的股份和蒋家的股份 这样就可以对抗那对母子了 你是想看着你妈 被那对母子给欺负死吗 韩承轩 湘怡 你没事吧 你你 我没事 你叫她啥 妈 你还说湘怡没在你这儿 你不是网上热搜那个 和我儿子住在一个房间的那个人吗 不对 你是项助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她就是湘怡 以后无论她是男女 我都不希望你伤害她 还有关于璀璨集团 我答应你 不会让她对母子得伤 你也要答应我 不要再插手我们的感情 否则的话 我就断绝我们的母子关系 湘怡 我们走 乱了乱了 钱都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承轩 我今天骂了你吗 骂得还有点难听 这以后嫁过去 和其关系可怎么相处 真不容易 还能看见你笑 好好休息 我一直都在 哪有那么娇贵 不就是人家打手有点伤吗 还一直守着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 多让人心疼 心疼啥 我现在一个臭小爷们儿 爱打受点伤怎么了 可你始终是个女人 韩正轩 我发现你最近 怎么啰里啰嗦的 跟你之前一点都不一样 还不是因为你 还是跟我变回女人 再跟我说这些话吧 现在听起来怪怪的 我就说了 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女朋友 杨湘怡 你别说了 讨厌死了我不听 你继续说啊 我爱听 我超爱听 湘怡 我心愿 无关的 哇 太过奖情报了吧 一切美好都有你 傻笑什么 我没有啊 对了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变成男人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发现了 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变成 文玉翠女士儿子的模样 我心中有太多疑团 总裁 查到了 怎么了 其实 从你变成男人的时候 我就让罗秘书 暗中调查一些事情 包括酒店的房卡事件 一切的突破口 都在袁莉莉身上 袁莉莉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不过当日 袁莉莉 为什么会指控霍伦 酒店事件 跟我变成男人的事件 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日我让罗秘书 调查袁莉莉的时候 才发现 她为了换取 璀璨集团的代言人 将你送给了霍伦 正常其实霍伦有两张房卡 一张在霍伦手里 另一张是袁莉莉给你的那张 不过因为酒店的失误 袁莉莉手里那张 跟我的房间房卡是一个 所以 后来你才误打误撞的 进了我的房间 而当天 我刚好参加公司举行的球会 喝多了 正好在酒店休息 袁莉莉几次 拜托霍伦成为代言人 但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就让罗秘书 给她了点好处 她就成为了我们的棋子 指控了霍伦 我进入你房间之前 是因为头晕 我头晕 是因为喝了袁莉莉的一杯酒 还有当日的熏啸 果然 这种事 只有袁莉莉干得出来 只有她能干出这种下作的事情 她给我下药了 没错 但袁莉莉从未承认给你下药 还有 也没有证据 那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查出来下的是什么药 就能破解出我变成男人的原因 对 喂 韩总 找到了 靠谱吗 放心 这一包药分三次使用 切记 单次尽量太大 会无副作用 好的 给他们付款吧 是 韩总 行 韩成勋 好戏就要开场了 咱们走这桥 君和 不 湘姨 最近你们小两口挺好的吧 挺好的夫人 别叫我夫人 叫我干妈吧 我也想啊 认下你这个干女孩 好 干妈 这个不是璀璨集团的少东家吗 伯母您好 我是湘姨的爱人 叫我成勋就好 好 真好 我家君和现在又活着 也早就成婚了 你要好好带我们家湘姨啊 要不然啊 我可不同意 放心吧伯母 我会好好照顾湘姨的 你们小两口啊 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就跟我说 我呀 孤家寡人一个 也想呢 为你们做点事情 你们什么时候成婚呢 还早呢 干妈 也对 现在年轻人呢 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呢 包办婚姻 你们俩呢 相互爱慕 彼此多了解一些 慎重一些 也好 不过 我瞧着 承勋这孩子不错 你们俩呀 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老了 老老叨叨叨的 你们俩呀 可别嫌弃我 不会的干嘛 朱莉呀 把合同给我 这是呢 我在璀璨集团 占有的股份 我呢 送给你们 就算呢 你俩成婚的嫁妥 如果你俩成婚之后呢 就属于你们俩的 共同财产 承勋呢 也不用再担心 他哥哥的事情了 干嘛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伯母 这怎么能行呢 君和要活着呀 这些呀 也都属于他的了 来 拿着 梁小姐 别让夫人伤心 收下吧 夫人晚年锦衣玉石 只可惜儿子英年早逝 你们 就是她的精神之重 干嘛 小姨 接下来我们俩的路 会经济密布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说要照顾我的 现在反悔了 我没有 安仲勋 我不怕和你面对一切 你的家庭 你的人生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去面对 你的人生 无论多么的错综复杂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去靠 毕竟我除了是个女人 我的另一个身份 还是个勇猛的男人 小姨 我爱你 嗯 嗯 嗯什么 你怎么不说你也爱我 你最近有点太黏人了 跟我小媳妇似的 是种 走了 哼着个 情声哼 听听歌曲说明你 每天梦 一梦 生活 不惯我无穷 我真高兴 遇见你 缓缓细细在一起 一切美好 都有你 你像夏天的汽水 凉一头 心扉 你又像冬天的鸽鸽 杨胎素让你的皮肤 油腻而外地展开 淡化皱纹 好 好 非常好啊 辛苦了 咱们那边 好 谢谢导演 我去洗手间 哎 脑脑 不好呗 出事了出事了 怎么呢 出啥事了 女主 女主他 哎呀 大家全看见了 女主出什么事了 你慢点说 女主 女主他变成男人了 啊 湘姨弟弟 姐姐挺喜欢你的 跟姐在一起吧 湘姨 你俊朗飘逸 我美若天仙 咱们俩在一起 厚大的颜值都高 湘姨哥哥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要不 咱们四个一起过啊 你敢 他是我的人 你的人 你不乖啊 在这里不演女人 看我不想怎么收拾你 不穿身掉血 遇见你 黄黄细细在一起 一切美好都有你 用尽心去唤离 就算世界都为你 每天你一梦 生活都无忧 星天许 笑什么呢 太开心了 我的小说 女主他变成男人了 我全部完了 你把你自己写成小说里 变成男人的女主 那我呢 你还是你啊 韩晨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